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猜测这次的施政报告强调依法和限制 是不是担心政改的前途不明 而且在这次施政报告中 梁振英特意点名批评了港大的学院杂志 强调学院杂志有出版过推进港独主张的文章 不利于香港的青年 有一个正确的是非认识 甚至有可能无助于推动普选这个政改方案的一个通过 其实自从有3D化新闻这个节目以来 那每一年的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份施政报告呢 在3D化新闻都会有一集特别的节目来去呈现它解读它 那几年做下来你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 是以往的时候 当施政报告这样的一份文件出来的时候 它就有点像我们内地每年两会之后的 这个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它实质上是未来一年政府的一个施政纲领 所以在往年的时候香港政府的这份施政报告都会特别强调在民生的部分 那在出来之后所有的传媒关注的焦点也一定是 它在房屋政策方面有没有一些这种新的措施 然后在社会福利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这种有利于这种社会公平的措施 但是今年呢就完全的这些都被模糊掉了 好像只有一个重点 就是所有的焦点都放在政改方面 对其实除了关于法治 你刚才提到的像土地啊像退保啊 就是退休之后的养老保险计划 包括青年问题教育问题 其实施政报告中都有提到 但是很多时候这点都被大家忽略了 因为大家的焦点的确都放在在政改这个时候 推出的这份施政报告中强调的法治的问题 而且另外一个焦点就是 关于内地的投资移民政策忽然被叫停了 这也是吸引了很多媒体的目光 大家也在背后纷纷猜测说 这个是不是跟内地的反腐局势有关 当然特首梁振英昨天也就澄清了 说这个其实跟内地的反腐无关 不过很多香港政界的人士 还是认为投资移民忽然叫停的政策 其实是跟内地的很多投资移民 用资金在股票市场买壳等洗黑钱的做法有关系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香港它在停了投资移民之后 反而要开放内地人才的一些引进计划 这个也是这次施政报告当中的一个新的焦点 对没错 因为像其实也有提到 这个是雨伞运动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 我想在雨伞运动经历了这几个月的洗礼之后 香港整个的社会气氛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的 所以可能在这一份施政报告 就会额外的引起大家的一些关注 特别是像我想以往可能内地的传媒也好 对于香港的事务 特别是内部事务没有那么的关心 但是因为雨伞运动所以在这一次对政改也很关心 那这次更加的令内地关心的就是这个投资移民叫停的这件事情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雨伞运动 昨天在施政报告的现场 有很多泛民派的议员打着雨伞就抗议 对所以其实这份施政报告也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之声 那港大就对这个施政报告做了一份民调的调查 那在过去三年 梁振英一共是有过三份的施政报告 这份是得分最低的 如果满分是100分 0分代表不满意 50分代表一半一半 那梁振英这次是第一次他的施政报告 得分在50分以下 只得了49.5%的分数 而且港大还做了另外一个问题的调查 就是说如果明天特首会选举 如果要投票会不会再投给梁振英 那这次有60%的选民选择不会投给梁振英 那这跟以往的调查相比 可以说梁振英 他的整个施政报告和他的支持度 都降到了非常低的一个水平 对没错 那这次其实整个施政报告出来之后呢 当然他自己会认为在民生方面有做了很多的改善 但是我也有看到像中文 香港中文大学的政治系的副教授马月 他就认为在这种 如果你的政治政改方面不向前行的情况下 你在推出这些民生措施 或者说你采取的是一些去向市民派钱的这种方式 可能能暂时的缓解一些焦虑情绪 但是长远的话是没有办法解决香港的一些根本问题的 对其实你梳理下来 不管他这次的房屋政策养老政策 还是说强调限制 包括他对教育上的一些改革 包括点名批评港大 你会发现其实背后有一条主线 所以也有媒体把它称为 这次的时政报告就是一个专门给青年的时政报告 他都是在占领的这个运动发生之后 在这个雨伞的运动发生之后 想给现在的香港青年树立一个新的是非观念 包括让他们对社会现在的一些政策不会这么不满 能够更好的更稳定的推进将来香港的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报告都会有一些针对青年的影子 的确现在香港青年很多最终会站出来走上街头 会发起这样一场抗议的运动 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目前所遭遇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 的确是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很多青年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子 很多青年面临着失业 所以这次的人才问题反而成为可能会引起未来中港两地青年不满的因素 因为很多香港的青年他们不愿意北上就业 而内地的很多青年在香港 其实他们感受到的会是很多香港青年的不理解 或者他们觉得香港青年会对他们有敌意 所以这次呢我们也采访了几个嘉宾 那我们马上会来连线到四个嘉宾 分别为我们来解读这次施政报告中不同的一些焦点议题 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人力资源问题的专家 香港中原人力资源顾问 董事总经理周一平 他会为我们详细来解释这次香港的人才引进计划 会对中港两地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三地话新闻 我是春雨 我是Kathy 我们马上要来连线到的是香港中原人力资源顾问 董事总经理周一平小姐 周经理你好 你好大家好 周经理都说香港的老龄化非常的严重 未来的人才缺口是非常大的 但是大家好像感受不到 那根据你掌握的这些数据和信息 那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现实的情况 香港是不是又真的需要引进那么多的外来人才呢 香港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在估计在2018年 那就是说三年的时间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劳动的人口就到了顶尖了 那到了时候的话只会向往下滑的 那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到一个地步就是说 我们的劳动的人口不断下滑 然后我们的缺乏呢就是人力资源这一方面的那个供应 那所以对于这个估计来讲的话 我们实在是现在都要考虑怎么肃进人才啊 还有比如说就是延后退休的那个年龄啊 这一方面来发掘更多的人力资源的那个供应了 那其实这次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提出 要加大引进人才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跟以往的那些计划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计划的话 第一就是它比较优化 因为呢它就是应该那个方向是 引进一些比较真的优化的那个人才 比如说它如果那个积分的那个方法上面呢 如果它是从那些有名比较有名的学府毕业的话 它的那个分数呢会有增加 那另外呢如果它在本来原居地以外的地方 工作年龄以上的这一方面经验的话 那就是说它有外国还是外地的工作经验 这些人才的话也会有得到那个分数的增加 那就是说变成了就是我们从这个计划来讲的话 引进那些人才都是比较高级的那些人才啊 比以前来说的话就比较优化的那个方法处理 那另外呢也会简化以前的那个方法 因为以前的那一个的申请的话 一般性就是一年两年两年再加三年 那全部就是八年嘛 那分开四次来申请 那只是现在新的话就是分开三次 就是两年然后每一次三年三年这样子 那所以呢简化了这一个的申请的方法的话 也会对那个人才还是对那些企业来讲的话 有更大的那个吸引力了 那周经理您也提到这一次实际上是有去一个优化的一个措施 但是会不会有一种担忧 就是在放眼亚洲的这些大都会里面 香港对于这种比较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在下降呢 在吸引高端人才来讲的话 就是香港如果比起亚洲区的话 香港还是有一个蛮大的那个竞争力的 因为香港毕竟就是在在亚洲区的话 我们是金融的那一个银行金融的那个中心 而且我们是那个服务的运需的那个中心 那所以的话特别对国内的人才 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对能来香港工作的话 还是蛮有兴趣 因为毕竟香港呢就是很特殊的一个情话 就是说它是国内的一个城市 一个部分 那而且呢那个文化上面的各方面的话 也比较就是类似吧 所以他们国内的人才如果到香港来的话 它的适应的都比较容易一些 那另外如果外面的人才过来香港的话 它也是能够作为一个跳板 它在香港工作一段时间的话 到国内去的话也很有那个优势在那边的 所以我觉得在那一个竞争力上面来讲的话 香港暂时来讲都不是很担忧的 如果比起其他的亚洲地区的话 那您也提到对于内地人才的吸引力是比较强 那这次其实也有放宽输入内地人才计划 这样的一项措施 那我不知道您那边掌握到的数据 那目前在香港工作的内地人才的比例 是不是有在上升的一个趋势 那相较之下 会不会也给香港的青年人带来一定的压力 就是可能香港本地的青年的竞争力在下降 最近那几年对 是有上升的那情况 就是内地的那些人才 特别是在那一个的计划 就是说内地的学生如果到香港来念书 念书以后的话 他可以找工作 那这一个的方法是让比较多的内地的人才 在香港是在工作的 这个是有上升的那个情况 那不过暂时来讲 但那一个的劳动人口的那个比例 还不算是很高 那不过你说 会不会就是更多的内地人才 特别是年轻人的话 他们我们香港的年轻人 就比较抗拒 觉得造成那个政策 我不排除有这种的心态存在 特别就是最近这几年的话 中港那个矛盾就是比较多 那所以他们有这种的心态 想法的话是很有这个可能性的 那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实行的时候 的话就是要确定就是实行的那个条款里面 需要就是我们只可以引进那些内地人才的 真正的是我们的那一些的 就是某一个行业还是某一个环节 真的很缺乏那些人才的 我们才让他进来才引进 第二就是我们引进的那些人才是需要层次比较高的 那还有就是说他一定不可以占用我们香港的资源 你这种的要求之下才可以引进进来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 不会直接的跟我们香港本地的人才做成就是直接的竞争 那不过我丢个头来了 就是香港的年轻人也会也需要 也需要想说就是本来我们以前赶英政府的时候 只是英格人来香港工作就是很容易的 外国也有很多外籍人士来香港工作 所以其实就是有外来的人来工作的话 其实在香港也不是很新鲜的事情 不要那么抗拒 那另外也就是说就是需要有一定的身怀了 因为有更好更高级的人才进来的话 很多时候你可以多交流多学习 而且就比较多可以带动其他的那一些的空缺 还可以生一些新的那一些的位置出来的 那其实香港在之前呢也有做过一个调查 有流程办的受访的香港青年表示 他们是不愿意到大陆去就业的 这次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 他也提到说希望香港的年轻人能够多往内地去就业 但是好像香港他们的这个年轻人 对这个相关的政策并不是特别的热情 他们的这个去内地就业的意愿也不是特别的强烈 那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怎样做才能让更多的香港青年前往大陆去就业呢 其实呢做成这个原因呢 主要就是对内地的那个了解不多 特别就是对他们的生活水平啊 文化上面的差异啊 还有法规上面的那种嫉妒各方面的话 他们了解是不深 那很多时候他们了解都是 有一时候去旅游玩玩这种的了解 那所以就变成了解不深的话 他们产生的那个抗讯是比较高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因为现在香港的这个社会也比较富有了嘛 那所以呢变成年轻人的话 没有很大的那个动力说 财政上面的动力去争取要进去国内 要把握住上面很大的那个发展的市场 这种的心态不够强 因为其实就是08年了金融海哨以外之后的话 其实我也受到一些从美国的欧洲那边的需求 那些人才希望到国内去工作 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知道 国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的市场 就是反而我们香港的年轻人没有看到这一点 这是很可惜的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 他们香港的年轻人 就是自己的那个自信心也不是很高 对于比如说语言的那个把握 进去国内去竞争的那个能力 独立去生活 而且要离开家人比较辛苦的 这一种的准备还是没有 然后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些的都是 为什么我们香港的年轻人还没有说 很很就是意愿很大要去国内去工作了 然后所以这一方面的话老实说就是 要让他们更多的知道 就是国内市场的那一个的潜力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让他们有比较大的发展的空间 这一些的认知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政府还是教育局啊 还有就是学校方面的话 要多介绍这一方面 就是现在中国的现在的那个真正的情况 特别就是在经济上面的那个能力 而且那个对个人来讲的话 发展的空间这一方面的介绍 这个很重要 让他们多一些了解 另外呢可以实际性的安排多一些的交流啊 还有学习啊 这一些实时的那一些的机会 要多一点的去安排 让他们真正的自己去感觉去看 那这样子的建立他们的那个信息呢 这一个也增加他们的接触呢 这个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帮助了 嗯周经理那在最后一个问题问您 就是对于现在的可能中年的这一辈香港人来说 他们在以前的时候会有一种香港梦 就是说我其实只要努力工作 我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未来 但是现在好像在青年人觉得这方面是越来越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 那整个的就业环境来讲 或者是创业环境来讲 香港是不是都略为差一点呢 现在 呃你应该说就业 就业的环境不算是很差 呃因为我们的吸力率还是比较低嘛 那只是呃我们常常都在谈的那个上流的那个机会 是比以前要少了 这个是实际的情况 因为就是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香港的经济体系 已经进入一个很成熟的一个阶段了 不像80年90年那个时候 我们的那个GDP的增长啊 就是超过就是两位数字的 还是很高的5%以上的 现在你看我们每一年的GDP的增长 那2%3%这样子 那那个经济的那个增长的那个空间不大的话 变成他们能够上流的那些的机会 当然也是会少了 那另外我们也也也没有像97年那时候的那个危机 97年那时候新兴的危机的话 很多人移民去外国去 那这样子变成了就是因为这个政治的因素 变成造成很多的机会 下面可以可以升上去上面的位置 那也没有这种的机会出现 那所以变成现在是上流的那个机会好像少了 而且就是现在的话有高中以上的那些学历的学生很多 因为我们已经普及化了嘛 我们的那学历 那也造成他们觉得我是大学毕业生 为什么我们不像以前的那些大学毕业生 可以那么快可以升上去 那因为就是说现在大学毕业生实在是太多了 比起以前的经营的那纪录下来那么少的话 那个情况是很不同的 然后所以变成如果说你就业的 你要找一份工作不难 只是你说我要很快升上去 像以前的那个速度比较快的话 可能性一定不多了 因为我们比较成熟 这种的机会是比较少的 至于你说创业的话 创业我没觉得就是说这个机会不多 因为呢创业毕竟香港的法规各方面的话 你要创业的话其实是不困难的 而且那个要求也是不高的 所以如果你要开一家公司怎么样的话 其实那个机会很多 要看你是怎么样去做 其实香港有很多年轻人的 他们的那个创业是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在那边来讲的话 如果他们有这个信心 而且有这个胆子的话 我觉得去创业的话 在香港的那个环境还是可以 因为机会还是蛮多 而且那个门槛是很低 所以这一方面的话 不过我就说嘛 毕竟香港是一个小的城市 空间方面的商机的话 毕竟就是国内那个市场是比较大了 因为国内的人口那么多 香港的人口只是几百万 人家的十几亿对不对 那所以你卖一个什么产品的话 就是国内的那一个的市场 而且那个空间是要大很多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香港的年轻人 他们要创业的话 不要只是把他的市场的定位 只放在香港 应该的放在香港 然后去中国大陆的话 那他的那个发展的空间 就可以那个潜力是很大了 好的那看来也是香港的年轻人 要认清事实去及时调整 自己的一些心态 那非常感谢周经理 今天跟我们的连线 谢谢您 谢谢周经理 再见 其实越来越多的内地的优秀的人才来到香港 对香港的发展来说是一件好事 但是对于香港的很多青年来说 的确他们是非常担心的 因为他们担心的一个问题是 现在香港越来越大陆化 香港和大陆 其实最终是一定要走向融合 这样一条道路 只是这个融合 是不是能够那么的平缓 那么的让大家都可以认可 这样一种方式真的是对香港政府来说 是一个叫巨大的考验 香港年轻人可能内心还是比较抗拒的 那你戴着一个抗拒的这样的一种有色眼镜 可能在跟一些内地的同事的相处中 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我就看到这个优秀人才入境计划 再一次放宽 我实际上就可以预见到 也许几年之后 这种中港矛盾会越来越明显 特别是在这个人才方面 有可能会是未来的一个大矛盾所在 对其实刚才周经理也说 要想减少这种矛盾 更多的是希望两岸的青年能够相互的理解 包括让很多香港的青年 能够珍重了解大陆的这么一个环境 但是我也注意到一点 就是有很多香港大学和内地的大学是有交流的 每年会有一些交换生到大陆去学习 这也是他们了解大陆的一个窗口 但是有很多香港的学生 反而会提出说 他们不愿意去大陆做这个交流 对但我看这次的市政报告里面 也有提到就是希望促进香港大学生多去内地交流 那后面就有传媒去问梁振英说 为什么你偏偏要说是内地去内地交流 梁振英的回答说去内地比较便宜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智的回答 而且你当然你可以从总体的看来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梁振英去说出这样的话 可能我觉得并不是非常的恰当 是一个比较不明智的政治行为 其实交流向来都是双向的 内地的人才引进来 内地也有很多有钱人来到香港 就是之前的投资移民计划 包括这个投资移民计划 其实也为香港带来了很多优质的财富 和优质的内地人才 这点也许是有疑问的 就是这个财富到底是不是有没有帮到香港 好那我们就这个问题稍微休息一下 一会我们会采访到内地上海三十律师会 余一支律师 他那是一位资深的移民律师 来为我们详细解读这次移民计划的变更 给内地和香港带来的影响 三地华新闻欢迎回来 我是春雨 我是凯蒂 那这次的施政报告中呢 就提出暂停投资入境者计划 消息指呢 说现在的经济环境和03年推出计划 是已经完全不同了 如果企业家还希望来香港发展 那么他们只要列明投资计划 发展业务和本地就业的机会 当局批准之后 可以透过一般的就业政策申请来港 也就是说 现在呢投资移民的计划 已经被无限期搁置 如果企业家还想通过投资的方式 来香港移民的话 就只能通过人才的引进政策 来做这么一个一般性就业的签证 再通过这种途径最后来移民 那我们看到这个措施 其实先说说它的历史吧 它实际上这个香港推出资本投资者 入境计划是在03年的10月份的时候 那当时的一个条件是 他们无需在香港开设 经营任何生意 只需投资不少于650万港元 于房地产或者是金融资产 等指定的投资类别 就可以全家定居香港 那这个是在10年的时候 有一个修正 那它暂停是将房地产 从这个投资移民计划下的 投资资产类别中剔除 同时调高了投资移民所需的金额 到1000万港元 那到今年的时候 大家其实本来预计说 可能是这个投资的门槛 会有再一步的提升 但是没有想到 是把它直接的停掉了 对 关于到底投资移民为什么停呢 大家也有很多猜测 有人就认为是内地的有钱人 来香港洗钱 或者说又有另外一种说法 认为内地的有钱人 是在移民他国无路的情况下 先借到香港 取现移民他国 那至于为什么投资移民会停 我们马上来连线 上海三十律师会 与一只律师听听 他是怎么讲的 投资移民 其实大家之前都有预测 说香港投资移民 可能会提高条件 但是这次忽然就停止了 那咱们整个移民行业的内部 是如何讨论这个事的 大家觉得背后的原因 可能是什么呢 那我觉得这个 我们讨论下来 这个其实是跟内地的一些政策 还是有一些关系的 具体的呢 只是我们 就是民间的一些猜测 就是 因为你也知道了 占中这件事情吧 就是香港这边 占中的这些事情 因为怎么说 香港它也是我们中国 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在这个大背景下 可能关于去香港 大陆 关于在国际上面的 一个相对统一 这样的政策的一个形成 我觉得这个是息息相关 但我们觉得会 之后后期 也会有一系列的 可能跟移民是没有关系 但是跟国情 跟一些两地互通 这样的一个政策 之后也会逐步逐步的出台 就这样 那其实香港 它之前的移民条件 可以说是非常苛刻 那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 内地的 比如说有钱人啊 或者是说富豪啊 这么想要到香港移民呢 这个事情怎么说呢 那可能我身边有一个 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啊 就是企图呢 去国外去留学 然后当时 因为他们应该说 也是在中国富豪榜里面 排行比较靠前的 所以呢 他当时就受到了 那个签证就是 相关部门的一个 一个回绝 说他们是有移民的倾向 他们是有移民的倾向 所以对这一块的话 可能他们 由于自身的条件 上去了以后 他们可能就是本国 也就是我们国家 对于他们这个 他们能够抽 就是把那个自己的财产啊 什么的 带到国外去 那这些可能是 对于我们中国政府来说 是一种一个 财产的流失了 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这些钱放在中国 他会产生很多的社会效益 很多的税收 等等等等 很多方面的条件和原因 那如果一旦他 那个 所以在这个方面 所以在这种人群的话 可能他们的移民的条件 会相当的可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们可以 因为怎么说呢 他们可以怎么样 通过一种 先去香港的方式 因为他们最终的目标 我肯定是那些高福利的国家 对吧 肯定是那些高福利的 那个社会体系 相对稳定的国家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如果这条路 他们尝试不通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他们会选择 先看看 是不是可以从香港这边走 等于是走一个弯路 那去香港那边 坦白的说 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呢 他们可能到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好拿国籍的 一个第三国 然后 再通过这个第三国 再转到香港 然后再从香港 转到加拿大呀 这些国家 这样 但现在好像加拿大 等其他国家 对这个投资移民的政策 也收紧了 那这会不会 这个中国的这些富人 他们的移民 造成一些困扰呢 您刚才说的 的确是有这个情况 因为如果一旦 他们这个高福利国家的 移民 他挺说的话 那势必会换来 他们移民的一个潮 或者像其他的一些 那比如说 我们最近办了一些 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 他们现在是一个移民 是非常非常的热 因为就是因为 之前大家所希望的 这些目标国 现在都是政策方面的原因 可能增加了满度 所以呢 他们可能转弯 就是转到欧美国家 相对福利体制啊 等等各方面 都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些高福利的 这些高稳定性的 这些国家 比如说法国 他们的移民 又是相当相当的困扰 其实跟加拿大存在的 甚至比以前的加拿大 甚至更难 那么他们会怎么样呢 他们就会选择 通过一个欧盟国家 拿到欧盟国家的国籍 然后再辗转去到 他们所希望的目标国 去那边生活 因为一旦你有了 欧盟国籍以后 那你到欧盟所有的国家 其实享受的 都是国民待遇 所以他们也是 刚才您说的 这个紧缩的一个原因 出成了现在这样的 一个现状 是这样子的 那其实很多时候 中国基本上是 投资移民最大的 一个输出国 那对这个投资移民政策的 这么一个收紧 更多背后 他们考虑的原因是 是不是中国的这个富人 他们可能素质太差 或者说他们已经不需要 中国富人 带这些钱过去的 还是其实跟中国的 政治关系 有一定的原因的 他们政治层面的关系 在那姑且不说 那有关于素质上面的事情 其实这个并不是 直接的一个导致 目前大家对于 中国移民潮 这样的一个现状的一个 就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反感的现状 这个绝对不能够成 关键的问题 其实我认为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哪 不是说不需要这些钱 打个比方说 现在很多欧盟国家 他们的确也需要 你中国人的钱 你中国人去那边投资 他们很欢迎 但是他们不会说是 给你一个固定的时间 说你投资了多少多少钱 然后多少多少时间以后 他必定会有怎样的结果 成为本国人 或者是怎么样的 到时候他们可以 把钱还给你 因为很多政府 现在对外 他们都欠债的 所以政府永远是缺钱的 他们不会说是 讨厌和阻碍中国人 到他们本国去进行投资 那对于他们的政绩 等等各方面 充实他们 怎么说政府的钱包 其实这都是 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但是中国人可能就是 一旦中国人 这个地方拨了以后 这是一个最关键的 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等于这个国家的很多资源 其实真正占有这些的 因为中国人坦白说很聪明 占有这些资源的人 拨有这些本国资源的人 很多往往他都是中国人 那相对于他们原本国家的 这些国民的话 相对来说 各个方面的一个资源的 一个平均分配道的 一个人均的资源的获得成功 相对来说就会少很多 而且另外中国人 还有一些意义的情况 在国外 相对于国外西方人来说 中国人是很团结的 中国人是很团结 所以他们相对来说 可能会因为中国人的一些势力 也可能会改变了 就是国外市场当中的一些 原本的一些市场规律 所以也不是说素质问题 这个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一个 反面的一个社会效应 也是一种可能性 对香港那边的投资移民 目前的紧缩 我个人感觉这个倒是 一定的政治因素是保持的 那具体什么情况呢 我们这里只是做一个猜测 我们也不能做详细的评论 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国家干部 这是国家第一的一些事 我们也不会知道 于律师说呢 香港这次暂停投资移民计划 到底跟内地有没有关系 他真的是没办法猜测 但是他相信是跟内地政策 有一定关系的 实际上我觉得已经暗示的 很明显了 这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考量 出发的措施 而不是一个经济考量 出发的措施 那实际上很简单 以前很多人会选择香港 作为投资移民的一个目的地 是因为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缺乏安全感 在国内不管是你的财产也好 人身安全也好 都缺乏安全感 那香港其实还算是 相对的文化上比较贴近的 而且是一个很方便 再从香港为跳板 再去第三国的一个地方 所以那个时候 香港可能就会成为一个 投资的一个首选 对 不管怎么说 我们拿数据来说话 我们可以看到呢 到2014年9月30号的一个数据 那在所有申请香港 投资移民计划的人当中呢 中国籍已获外国居民身份的人士 占到了36344个 其中已经获批准的 有21822个 是所有的总人数当中最多的 那总共批准了多少个人 一共只有24481个 中国基本上占了 中国内地的居民 占了95%以上 所以这个数字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对影响最大的来说 就是中国的内地 而且其实投资移民计划 已经累计为香港 吸收了2000亿元港币的资金 那香港目前 其实它也有一个 很大的资金缺口 就是马上要推出的 退保计划 也就是退休养老保险计划 所以其实香港不是不缺钱 而且它也需要 很多优质的人才 因为很多投资移民的人 他们的教育素质 都是很高的 但是我觉得正好 也是这个机会 其实内地 想要投资移民香港的人 也会有一个思考 就是以前大家考虑 移民来香港可能是向往香港的一个法治 然后自由平等 这样的一个环境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香港的这个基本的核心价值 可能也在受到冲击 这次的市政报告 其实就有体现 那我们可以 对 谈到法治的问题 这次法治可以说是 市政报告的重中之重 那香港的法治 是不是还和以前的环境一样 我们马上会在下一趴 连线到两位重量级嘉宾 稍后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地华西文 欢迎回来 我是春雨 我是凯蒂 这次市政报告的一个重中之重 就是法治问题 特首梁振英呢 也点名批评了港大的学院杂志 里面提到了香港的独立的文章 那关于这个问题 对香港的法治 是不是会造成影响 我们马上连线到 香港城市大学 社会学博士 宋立功 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在这一份市政报告当中呢 大家原本对于政改 也是预计梁振英不会提出 什么有新意的内容啊 但是我们昨天看到 实际上 昨天梁振英在政改的问题上 表现的是非常词试的 而且是比较罕见的 在市政报告这样一份政府文件中 去点名批评了学院这份刊物 那我们暂且不说 学院这份刊物里面 他的这个港读的内容 是不是合适的问题 我们来看 他作为一个特首 然后在市政报告 这样的一份文件中 去点名批评一个大学的刊物 这种做法 实际上 从政治操作上来讲 是不是有点小夹子气 反倒是给他有一个减分呢 我觉得政改的问题呢 是一个不能够回避的问题 也是今年 政府市政的重中之重 而且呢 这个市政报告 跟这个政改 第二轮的继续 是有一个重叠的时期 所以呢 政改的问题呢 肯定是要回应 各方面人的这个诉求的 而且呢 这个所谓的这个雨伤运动 刚结束 这个震撼性呢 也是史无前例的 肯定呢 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呢 值得反思与总结 所以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呢 这个今年的这个市政报告呢 的的确确是一个很特别的 一个安排 过去都没有的 就是一开始 就先讲这个政改的问题 政治的问题 而且呢 跟这个基本法 中英联合声明的问题呢 也都通通的卸击了 所以呢 这个安排呢 是很特别的 明显的 这个也是一个特首呢 希望在这个重视法治 这个概念下 来出了给公众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所以他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或者是用他的说法 就是要迎难而上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 这个今年这个要求 这个大家要重视 要有所警惕 不要让一些 这个主张香港 独立的一些 这个错误的思想呢 干扰这个政改 或者是呢 影响到香港未来的发展 所以在今年呢 很明显 在防务啊 民生问题以外 这个政治的问题呢 让整个社会 都感到 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也可能是这个问题吧 对一部分的青年人呢 带来很大的这个挑战 这个舆论的反应呢 也是比较页劣的 是那您刚才也提到说 很多青年人的一个反应 是比较的反弹 也是比较大的 那所以我其实比较 疑问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 梁振英他在说出这些话之前 他有没有预计到 会是这样的一个反应 那实际上 我想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 可能反倒是加大了 推这个政改方案的一个难度 不是吗 我相信特首在准备这个发展的时候 当然有考虑 这个可能 带来一些冲击 有些人 这个感到很不满意 就要批评政府 这个可能性 我相信他已经是预见的了 这个也是一定会发生的 但是呢 要是你保持沉默 不谈这个问题 你可以面对很大的批评 在建计派里面 甚至在中央方面呢 也觉得这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不至少要在 这个报告当中呢 要提一提 但是只能够提一提呢 问题可能也说得不太清楚 所以他就用比较长的篇幅 正对性的问题呢 去谈谈他的看法 也希望 这个 让公众注意 可能也希望引起这个 舆论的一些关注跟讨论 我相信这个也是他的一个期望 不是提一提就算了 希望社会有强烈的反应 也跟 这国方面的人呢 这个多一点的交流 事实上呢 这个问题也是回避不了的 这个白皮书不是提到 这个国家安全 主权跟发展的利益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一个两地下 应该是 各方面的人都要重视了 所以这个 这个 事情报告 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特别提出这个问题 事实上呢 这个 香港很多年轻人 对于 高到自治 这个问题呢 想法跟很多人都不一样了 所以 在事件报告当中说 高到自治 不是绝对自治 也不是 取义的自治 更不是完全自治 特别是 学联的这个主张 香港问题 香港解决 这个是 一个 不可能的事情 后来 特首在 这个 季节交代会当中 跟一些全卖的人士也谈了 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根本的 这个限制的关系 这是一个 不是一般的 这个 时事的问题 是一个限制关系 香港跟 中央的关系 这个 绝对不能够含无的 要是年轻人 有点不明白 就请他们 明正的学一学 基本法 跟这个 人答的 这个 论述 所以呢 这个 在 这个 事件报告当中 公开表明 对政治的 对政改的任何的主张 都不能够偏离 基本法 他特别的举例 这个 像这个公民提名 都明显是偏离了 这个基本法 所以我觉得 未来的一段时间 许致政改的 这个 资深的 这个 进一步的发展 更多的人 会关注 基本法 中央 人大的决定 跟公民提名 跟一些 香港未来的发展 可不可以 这个 独立 很多这个问题 都会 这个 法务上 台上 台面上 把这 要更多的 讨论 那您刚才也说到一些 是不是违宪 或者是违背 基本法的问题 那实际上 我们的感受是 如果你是一个 比较理性 跟客观的心态 去看待 这整个的事情的话 你当然是会知道 他当中的一些 法治的问题 可是 现在的问题 在于 政府可能是 跟青年人沟通的方式方面 有一些问题 导致去不断的激化 跟年轻人 这样的一种矛盾 那您怎么看 特区政府 在跟年轻人沟通方面 是不是也要 做出一些改善呢 未来 特别是要 多听听 年轻人的关系 这个 他的心愿 多跟他们 要有沟通 所以在这个 事件报告当中 有一个段落 特别是在 长眼规划 与民公益 这么一个概念下 未来对于 有争议性的 土地的长期的 供应的问题 在事件报告 102条 当中就提到了 政府计划 与各界人士 包括 专业的团体 环保的团体 地区的人士 特别是青年学生 要多举行 多方的讨论会 共同应识问题 权衡 轻重 共同 突破 尊敬 共同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 很特别的提法 就是说 政府为选择 土地 长眼的 规划的问题 首先 作为一个 特破猴 跟年轻的学生 共议 这个感知 希望呢 从这个 一个重要的 这个议题方面呢 逐步的 建立 跟年轻人的 这个 一个 沟通的关系 特别是 大学生 我觉得 未来呢 这个 香港很多的 资深的 主题 有很多的 这个 位置呢 可以让出一点 给年轻人参与 现在年轻人 他很多的 不满 对未来的前途 有感到 他们没有办法 走 抢 所以 政府是不是可以 让更多的 年轻人 他的心愿 在这个 资深主题里面呢 有所反映 我觉得这个 也是一个 政治改革的 一个重点的方向 希望 从现在开始了 政府有更多的 一个 新的一些 改革的 这个 这个念头 让青年人 有机会 进入这个 建议 表达他们对 政治发展 经济发展 民生的改善 各方面的 一些意见 这个是一个 一个好的方向 的确 宋博士的说法 是现在社会上的 一种声音 但是还存在 另外一种声音 我们也采访了 泛民主派 泛和会的召集人 立法会的议员 大律师 梁家杰议员 我们听听 他是怎么说的 这次梁振英 在施政报告中 点名批评了 港大的学院杂志 他提到说 学院杂志 在里面刊登过一篇 关于香港独立的文章 那您是怎么看待 未来香港和内地的 这么一个关系的 这个港独呢 从头到尾啊 都是一个 未来的 议题啊 不是真实的议题啊 其实呢 这个香港民族 论啊 这本书呢 在昨天以前 绝大多数的 几乎是 全部的香港人 都不知道 它的存在的 我真的是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梁振英啊 要把一个位的议题呢 做得大有介事的 因为呢 这个唯有一个可以解释 就是就是他要更加 呃 出现他自己啊 这个维稳的 这个功能 跟着用 嗯 所以呢 就不 把一个位的命题啊 提升到 好像香港人 很多人在搞港独 我真的觉得 如果在封禁的时代啊 就可能可以被形容为啊 西冠啊 是罪啊 但是如果你 你 习近平主席 真的是 相信了梁振英啊 把一个根本在香港 不是 啊 议题的 一个位的命题 让真的来处理呢 那麽就 糟糕了 啊 但是我 我基本上觉得呢 这个梁振英呢 都是出于 他的一些 呃 私人的 呃 呃 私心啊 因为他 他觉得 他现在唯一 对于中央政府啊 能够 呃 呃 有 这个 以这个 这个作用的 就是维稳呢 那所以他 把香港 形容 呃 成为 一个 港独的 的基地 那么他自己的 这个维稳的 功能就 呃 出现了吗 所以我 觉得呢 这个人呢 都是 呃 居心妥策啊 嗯 那 其实第二个问题 因为他在 施政报告里 可以说是多次 提到了 法治 依法和基本法 这个词 是在整个 施政报告出现 频率最高的 几个词语 那他 这么强调这个 法的问题 他也说有很多 呃 香港市民或者说 有些议员 他们对 政改的要求是 背离了 香港特区和中央 政府的这么一个 限制关系 有些也是不符合 基本法的 那您认为 香港的这个 这个政改是否 应该在 目前的这种 限制和基本法的 框架内来完成呢 其实呢 我们就几天以前呢 星期一 我们是香港的法律 年度开启礼放啊 我们的首席法官 马道立大法官啊 跟我们的大律师 公会主席 石永泰 都已经就着香港人 我们这个特区里头啊 对法治的理解呢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大律师公会主席呢 跟他坦然的说 他留意到 香港特区政府啊 不断的强调 是依法来做这样 做那样 但是 如果你过分的强调 你是依法律形式呢 你就是出现了一个 就是敌权的 国家里头啊 这个以法律来 操控人民的这个情况 因为法治呢 是有一个很广泛的内涵的嘛 这个概念这个精神呢 是包括 你要用法律来 限制公权力的行使 来保障人的基本自由跟权力吗 那么但是 如果你每一次挂在口边的 都是我依法来做怎样 依法来做哪样 那么 给人的印象就是 你用法律作为一个工具 来就是操控人民 而不是保障人民的权利 跟自由 建制公权力的行使吗 那刚才梁议员也说了很多 关于法治的问题 说到这个 施永泰大律师之前的一个演讲 那我觉得 香港有这么多资深的大律师 对法治的一个探讨 其实对香港的法治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那只是希望 各区政府在作为 跟中央沟通的桥梁方面 可以做的更有政治智慧一些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3D化新闻 我是春雨 我是Kathy 拜拜 拜拜